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英國內政大臣彭代玲接見羅冠聰 雙方就香港問題交換意見 但其實他們談些什麼並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於 在接見羅冠聰的會場之上 英方展示出一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旗幟 這項舉措激到特區政府彈起 在今天旁晚 特區政府發表了一份措辭非常強硬的聲明 來回應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實情在接見非官方人士的時候 主辦方甚少會展示出其次 比如說 國務卿蓬佩奧接見民主派人士的時候 雙方都是純粹會面 背後沒有展示出特區的區域 這次英國的安排當然是相當破格 而且也有一個強烈的暗示 雖然英方沒有說出口 但很容易令人聯想到 究竟英方是否認可羅冠聰民意代表的身份 仲然羅冠聰被特區政府褫奪了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但在2016年那屆選舉 他是合法地參選 而且高票當選 在今年民主派初選中 他亦獲得高票出線 所以他具有一定的民意授權 特區政府對於英方的安排 就有很強烈的反彈 他們的發言人就說 對於有英國內閣大臣 和全無官方身份的 反政府香港人士會面的時候 刻意展示特區區域 是表示強烈不滿和反感 明顯是英國政府近日計他們的外交部 發表惡意眾商特區的香港半年報告之後 另一次的挑釁行為 英方對於中英聯合聲明 和持有BNO護照港人的言論 更加是有為國際義務 又拉到BNO來說 我首先要說的是 BNO不單只是一本護照 BNO是一個身份 英國政府都承認了BNO是Citizen 如果仍然是把BNO視為一本旅遊證件 根本上就是落後於形勢 好了 我們再說到底他的發言人 說了什麼偉論 跟著這段更好 這個發言人就說 中英兩國政府在簽署聯合聲明的時候 互換過備忘錄 英方明確承諾了 不會給予持有BNO護照的 香港中國公民居英權 特區政府就拿回聯合聲明的備忘錄出來說 我們現在一齊 看看備忘錄的文本原文 究竟是怎樣寫的 先看英方那份備忘錄 第一段就這樣說 在97年7月1日開始 那些不再是英國屬土公民的人 將會有資格保留某一種適當地位 使他們可以繼續使用聯合王國政府簽署的護照 但就不會賦予他們居英權 大家就看得很清楚 是說英國屬土公民 好了 我們看看中方那份備忘錄 中方備忘錄 第二段是怎樣寫的呢 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法 所有香港的中國同胞 不論是否持有英國屬土公民護照 都是中國公民 他就說英國屬土公民護照 其實中英雙方都在說這件事 就是所謂BDTC 問題就是 你現在特區政府說的就是 他裏頭提到BNO 根本上BNO在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 就是不存在的東西 那時候沒有這件事 你就不能夠 假設了英國屬土公民護照 就等同於英國國民 滑湖海外護照 兩個不同的概念 你現在就完全是把BNO 承繼了BDTC的概念 然後就放在聯合聲明的備忘錄 那些概念來講 這樣行不行 其實不是在說這件事 那我真的不知道 那裏頭的邏輯在哪裏 我才是財數學淺 好了 還有一個邏輯問題就是 中方經常強調 中英聯合聲明是一份歷史文件 歷史文件就是 那裏頭的東西已經作估 不用理他 都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 但是無論是中方也好 或者是特區政府也好 經常都叫英國 遵守聯合聲明裏面 所作出的承諾 那麼歷史文件 還有什麼承諾可以遵守呢 我就不明白 當中的邏輯 還是聯合聲明就是歷史文件 不過聯合聲明裏面的備忘錄 不是歷史文件 還是這樣的邏輯呢 但裏面都沒有說BNO 經常說BNO做什麼 所以真的很難去理解 好了 說到發言人怎麼說 他們就說 英國政府如果刻意違背被忘錄中的承諾 不顧中央人民政府反對 執意利用部分港人 仍然持有BNO護照或有關身份 進行政治炒作 向有關人士提供居應權和入籍路徑 是妄顧歷史事實 有違他的國際義務 在備忘錄當中 他就說 不會給居應權的英國屬土公民 那他沒有給 我真的不明白 這些邏輯究竟是怎麼寫的 好了 我們看看中國外交部的反制措施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今天在記者會上提到 中方決定 對於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 負有主要責任的美國行政官員 國會人員 非政府組織人員 及其籍系親屬 實施對等的制裁 但是呢 在今次的記者會之上 就沒有提到 究竟是哪些人入了名單 沒有的 同時 中方也決定了 要取消美方持有外交護照的人員 臨時訪問香港和澳門的面簽待遇 中方再次敦促 美方要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 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不要在錯誤和危險的道路上 越走越遠 取消別人的面簽待遇 這些真是厲害了 厲害了 免簽待遇都被取消了 好了 至於他們的反制措施 究竟有沒有效呢 老實說 被你制裁的那些美國官員 究竟他們在中國有沒有資產 而他們有沒有一個議員 要訪問中國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 有哪個美國官員或國會議員 他們會安排自己的子女去大陸讀書 或者會把自己的資產轉移到中國 又或者在他們退休之後 舉家移民去中國 更加在美國沒有裸官出現 不會說那些人自己去選議員 下走是做官員 但是老婆子女就去了中國居住 沒有見過這些情況 所以這個反制措施究竟成效有多大呢 大家心裡有數了 好了 但是胡錫進似乎不是這樣看的 我們看看胡錫進究竟怎麼說 他今天發了一條微博 他說 中方對美方人員的最新制裁 出手就夠重 另外 美方持有外交護照的人員 被取消訪問港澳的免簽待遇 射出了同樣都是重磅的炮彈 是啊 射到一地都是 哈哈哈 那我又不明白了 既然取消得 他們訪問港澳的免簽待遇 那你有沒有取消了他們訪問台灣的免簽待遇 哈哈哈 你取消了他嘛 你反正都是說的 好了 胡錫進說香港是中國的 外交部這次真的抽了華盛頓一嘴巴 讓他們認清這個事實 然後第二段說 蓬佩奧領導的國務院 把籠底的招數都翻出來 但是他們又想撼動中國人的意志 這個執政團隊還有40天就捲隻走人了 中國要把子彈準備好 和他們玩一玩政治點射的遊戲 拳當練練手 這樣看來胡錫進又真是很期待拜登上台的日子 當然這個可以理解的 昨天彭博偶編報導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說拜登的國家安全團隊計劃對於美國財政部 現時所實施的制裁行動 從上而下來審查 包括了審查當前的計劃 審查現在的人員和對於預算的評估 拜登過渡團隊對於特朗普的做法 使得盟友和對手都感到困惑 實際你說使得盟友困惑的時候 你就對盟友好一點 使得對手困惑是好事 如果使得對手感到高興的時候 你就會失敗 所以難怪大陸政府和胡錫進 為何會這麼期待拜登上台 因為他一上場肯定會鬆綁 之前都開口 說明一上台就會降低對大陸的關稅 現在又找些左媒出來 幫他油泡琵琶半遮臉 扭一下 又說未必會降 遲早都降 如果讓你上台 當然現在未曾是塵埃落定 還有很多變數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